大家好,我是呼呼 今天的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米家产品的使用感受 这些产品全部都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根据需求自己购买 并且能使用了很长时间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专门为了评测而购买的 可以算是比较真实的体验了 当然了我的个人情况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 所以大家拿来参考一下就好 顺便说一句,节目的最后有福利哦 为了能给大家带来直观的感受 我为每个产品都制作了个五维雷达图 每项从一分到十分 分别是第一,使用体验 这个很好理解,包括这个产品好用还是不好用 以及使用这个产品给我带来了多大的喜悦感 十分最高 第二,使用频率 十分代表经常用 零分代表在吃灰 第三,智能度 大家都知道米家在布局智能家居 智能度代表这个产品相对于传统的产品 区别越大得分越高 比如说智能台灯和我们之前使用的普通台灯相比 相差在什么地方 还有一些产品 比如扫地机器人 压根就没有传统的产品来对应 不要说扫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第四,独特性 其实这个代表了不可替代性 市面上还有多少不同的品牌和类似的产品可供你选择 越不容易被替代,得分越高 第五,则是性价比 大家都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其中六分代表着市场的平均价位 六分以上表示性价比比较高 也就是比较便宜 六分以下就代表有点贵了 最后我会给出我的购买建议 A,推荐购买 B,可以考虑 C,不太推荐 因为我发现上面的五个分数只能给大家做个参考 并不是得分越高的就越值得购买 铺垫完了,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出厂的就说一下米家台灯吧 这个很有名 因为它获得了IF的设计金奖 其实我在买这个台灯的时候 它还没有获奖 当时也就觉得还算好看吧 也没有觉得设计上有多么惊艳 显色指数呢 官方没有标 我看了有人说大约在83左右 具体的使用体验嘛 其实和传统的台灯相比 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主要也就多了可以调节色温的功能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 可以设置很多种模式 想要哪种直接切换就行 也可以用小爱同学来操作 智能音箱或者手机里的小爱都可以 小爱同学 打开台灯 好的,米家台灯也开启 小爱同学 把台灯的色温调到最低 好的,已经帮你把米家台灯色温调到最低 小爱同学 台灯的亮度调到20% 没问题 已经帮你把米家台灯 亮度调到20% 小爱同学 把台灯关了 好的,米家台灯已关闭 但大部分情况其实还是用手直接调开关速度快点 所以我最后给出的分数是 使用体验7分 这个台灯其实我用的也并不多 因为我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靠电脑完成的 所以有的时候是录视频的时候拿来补点光 使用频率3分 虽然它有一定的智能功能给4分吧 但本质上它还是一个台灯 并没有什么独特性 1分 性价比方面也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7分 推荐等级 A 如果你刚好需要这样一个台灯 那么米家的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说到灯了 我们就继续把灯说完 7顶灯 这个灯的显色指数高达95 虽然人眼可能看不太出来这里面的区别 但是肯定还是高点的好 功能方面吧 其实和台灯一样 和传统的灯比起来 也就是多了调节色温的功能 并且同样可以使用米家的APP 还有遥控器 手机操作 或者让小爱同学来通过语音操作 但是人们似乎还是更习惯进门出门 用手按一下开关 还是这样更快更方便 而如果我把墙上的开关关了 就是设备离线 小爱同学和遥控器也都控制不了 使用体验上 一个舒服的灯 它还是能给我带来不少的帮助 8分 使用频率 因为它是吸顶灯 所以基本上只要我在这个房间 就会开着 10分 智能度和独特性方面 和台灯类似 分别是4分和1分 售价方面 其实相比淘宝上卖的杂牌灯 价格还是有点贵的 但是确实是质量上领先不少 加上智能的功能 算是中规中矩吧 6分 推荐等级 A 还是很值得购买的 智米智能马桶盖 马桶盖安装起来 还算是比较容易的 我按照说明书操作 比较容易就完成了 智能马桶盖 这个相信大家不会陌生 早期呢 只有日本的一些品牌 还有很多人专门跑去日本买 价格上也比较高 而马桶盖呢 主要是分为除水式和急热式 除水式类似于很多饮水机 存一部分热水 想喝的时候随时都有 而急热式是需要用到了 再马上加热 很显然急热式的会比较好 而智米呢 就是急热式的 售价也才999 可别性价比极高了 不过这里要说一下 个人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水流的力度不够 总是会 就是经常会冲不干净 用纸擦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颜色 所以没有烘干功能就对了 就算有 我也不敢用啊 另外 刚出水的时候 会凉那么不到一秒钟 然后才是热的 不知道别的马桶盖是不是也这样 而智能马桶盖的另一个功能 就是加热马桶圈 让我们随时坐上去 都是温热的 但是智米呢 并不能连APP 所以呢 这个加热功能 必须一直开着 废电是肯定的 而这里显得呢 不太智能 还有夜灯的亮度 感觉有点太亮了 所以综合体验 我只能给个5分 使用频率嘛 毕竟是马桶 想不用都不行 10分 而智能度 和传统的马桶圈相比 还是区别挺大的 所以给个8分 独特性方面 市面上也确实有很多 其他品牌的马桶圈 但毕竟算是比较新的东西 可供选择的 其实也并没有特别多 7分 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9分 但是推荐等级只有C 因为我觉得让我再买 可能隔壁同样是 米家生态链的 小木马桶盖 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可以连APP 可以手动设置加热时间 比如我平时需要上班 我只需要在中午的11点到2点 晚上的6点到12点加热 其他的时候我也不在家 完全不需要它这样一直保持热着 小米插座 这个怎么说呢 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有三个孔和三个USB接口的插座 使用的时候偶尔会发出电流声 因为我这个插座是放在电脑房 所以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必须把耳朵贴得很近才能够听到 但是如果环境特别安静的话 可能会比较烦人 而且我听了一下我家其他的插座 发现其实也有声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交流电 产生的正常声音 还是质量不过关 总之使用体验上中规中矩吧 6分 使用频率10分 每天都在用 智能度和独特性都是0分 它就是个普通的插座 太多太多其他品牌类似的产品 性价比上也只能算是一般 别的品牌也差不多是这个价 6分 推荐等级比 陆克智能门锁 智能门锁这个概念并不新奇 也有很多传统和新兴的厂商在做 其实主要的使用方式 就是可以用指纹开锁 从此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我觉得仅仅是这一个优势就够了 确实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说到指纹识别 还是达不到手机上那么灵敏 介绍中 说陆克的这个指纹识别 有学习的功能 会越用越好用 但是就我目前的使用体验来看 还是经常会需要两次才能够解锁 但我觉得这个并不是问题 因为手机它确实需要快和准 因为手机可能一天需要解锁上百次 而防门一天开锁通常不会超过五次 所以即便稍微慢点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所以总体来说 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另外还有一些附加的功能 比如说设置一些临时密码 在特殊的情况下会比较有用 所以使用体验可以给9分 使用频率虽然一天通常不超过五次 但这个已经算是最高频率了10分 智能度和传统用钥匙的门锁相比 确实有很大的不同9分 独特性方面 有不少其他的品牌 但毕竟也算是比较新的东西7分 其他的厂商大部分都是在两三千元左右 而陆克1699经常还会打折到1599 性价比也可以算是非常高了 所以给9分 推荐等级A 确实能带来不少的便利 小米书包 这个书包整体来看 做工不错 功能区域很丰富 有专门放电脑 放iPad的地方 还有放眼镜和雨伞的地方 不过说实话 这俩区域对我来说很少用到 我感觉这个书包比较适合日常的通勤 而如果是出去旅游 由于它装的东西并不多 加上自身的比较重 当然 这个可能也说明它的保护性比较好 但是总之 我不太想背这个书包去旅行 我最后的评分是 使用体验7分 使用频率4分 智能度和独特性都是0 性价比8分 推荐等级B 彩虹电池5号和7号的都有 它就是个电池 使用体验6分 使用频率 这个是电池 大家都懂的吧 给8分吧 智能度0分 如果你非要说有特点 那也就是颜色好看点 那么独特性上给上1分吧 价格方面倒是比较便宜 10元10节 性价比9分 推荐等级A 主要是因为它便宜 充电宝 这个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小米的这个充电宝2代 1万毫安时 双口输出 79元的价格上来看 还是很合适的 但是给充电宝充电的接口 还是microUSB的 鉴于现在大部分的手机 都用的是Type-C接口 还得多带一条线 稍微有点不太方便 但也无伤大雅 当然它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可代替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给它的打分如下 使用体验8分 使用频率上 这个因人而异 差别很大 对我来说也就5分吧 智能度和独特性来说 都是0分 性价比方面 其实其他的厂家也并不贵 7分吧 推荐等级A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 接着聊米家 其他产品的使用体验 最后大家可以关注 并转发我这个视频的微博 会送出一个小米的充电宝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个 当然了是新的 坚于我目前微博的粉丝 数量非常非常少 所以中奖几率估计还挺高的 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都是BONJOU2呼呼 感谢大家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